大都匯運署署MTA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Jano Leber 星期一表示 由於州長Kathy Hooker突然叫停曼哈頓交通永劑收費計劃 MTA將不得不縮減其維護和改善地鐵、巴士和通勤鐵路的計劃 轉向優先維護基礎系統的安全並確保服務不會減少 據紐約市獨立預算辦公室稱 永劑收費計劃原本計劃每年為公共交通系統提供10億元的資金 該項目的暫停將影響到紐約市公共交通系統的未來發展和升級改造計劃 次系電動巴士、無障礙地鐵站和新訊號等改進項目可能會被割置 Hoco曾建議提高企業稅來未保通行費收入 但州議員否決了該計劃 而且並沒有在上星期五的立法會議結束前提出替代交通勇劑費收入的立法 Libre表示MTA仍計劃推行勇劑收費 天行維持記者編輯報導